大陆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台北时间今天的凌晨5点多 搭乘了专机抵达了美国 而美国的副总统Joe Biden是亲自的接机 而这也是美国的总统欧巴马执政以来 胡锦涛首度对美国进行的这国事访问 四天的行程将会受到美方给予的最高规格接待 美国副总统拜登亲自接机 演奏中美两国国歌之后 胡锦涛步上专车离去 这是欧巴马上任以来 胡锦涛首度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对中国领导人最高规格的邀请 美国媒体密切关注 胡锦涛抵美第一晚 欧巴马就在白宫起居区的家族餐厅 以私人名义宴请他 出席者只有双方各三人 而且不列入官方记录 只公开了几张照片 不过许多大陆媒体评论都认为 安排私人晚宴反而代表主人 想表现双方的关系亲密 而在美东的19号 美方将以最高规格的外交礼仪迎接胡锦涛 包括民放21响礼炮 演奏国歌 最后展开欧湖高峰会 会后并有共同记者会 胡锦涛也将罕见的接受媒体提问 由中国和美国记者各提出两个问题 欧巴马上台才两年 已经与胡锦涛在各场合会晤达八次 在中美外交史上 双方元首如此平凡的面对面接触 可说史无前例 而由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地位不同以往 也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30年来 最重要的一次访美 四天的访问 美中双方将探讨经贸南北韩 甚至台湾与人权议题 胡锦涛也将拜访国会 就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表演说 预料他所率领的500人企业代表团 将与美方签订高达百亿美元的合约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